在武汉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 我现在武汉的火车战真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好多人都回来了 外面的工作不好找吗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我可以这样给大家说 在北上广深很多工厂的单价一降再降 很多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少 随之而来的就是工厂降薪裁员 然后单价一架占价 很多正式工 还有临时工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的没办法了 以前那样临时工啊 都是因为高工价高单价才过去了 而且呢随时可以离职 但现在呢 他们过去只能找到临时工 临时工找不到 所以说他们的失落感随之而来 慢慢的就回到自己的老家 我现在在湖北武汉的汉口火车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后撤 有迎来送往的旅客 还有从外地回来的旅客 但是大部分回来的人多一点 这就是今年的一个反常现象 真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人以为放开之后 工作会越来越好找 然后工资会越来越高 可是万万没想到 随之而来的是竞争力越来越大 其实降工价才降薪裁员 跟什么有关系 什么什么需求变少了 其实没有关系 而是现在找工作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新一批的大学生毕业了 中专生大专生都毕业了 都需要去处理实习 所以他们的工资相对于来说 更好更低一点 然后就是相当于以前那些老油条 工厂更加不愿意用它们 所以把单价降低了 也用此来筛选 因为像那种小白的话更加的听话 但是老油条可能是油腔滑掉的 所以就不好管理 所以目前就出现一个反常现象 就是很多打工都梦圈了 晚年这个时候我出去打工 随便怎么样一个月都能挣个五六千七八千 现在搞个三四千块就不错了 所以很多人没办法了 只能选择着 佩婆无奈回到自己老家 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不是这样子 反正我在武汉看到现象 就是很多外界的朋友都回来了 回来这个城市来创业 回来这个城市来工作 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武汉它的消费水平不像北上广深那么的大 而且租房出行的话也更加的便宜 物美嘉年怎么说 在武汉做城市现在发展的一个月好了 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 有机会来到武汉来工作发展生活 你们会发现武汉现在的不一样 高楼大厦拔第二起 轨道交通遍体都是花八门的 反正就是怎么说 武汉是一个更加适合定居和宜居的一座城市了 这里就是百年的汉口火车站 好像以前叫大志门火车站 这个是帮迁帮到这里来的 地下还有地铁站非常的方便 来到武汉之后 您可以在这里乘坐地铁二号线 可以去武汉的市中心 各个地方都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很多旅客在这里候车 他们其实是为了省钱 然后有的人在这里等着 等到白天的地铁开通之后 或者公交开通之后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关闭 但是有很多旅客 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把最好的最好吃的最好用的给家里人 自己却省吃俭用的 在外面有苦有泪也不说 自己都扛着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 怎么说呢 不用去把它藏在心里面 有苦有泪给家里人一起分担 一起承担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藏在心里面 压抑太久了 人真的会崩溃了 现在成年人的压力 没有说没有压力的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压力 家庭的压力 孩子上学的压力 父母养老的压力 自己生活收入的压力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压力 我与其有压力 不如把压力化为动力 给家里人一起承担 一起想办法去解决 改善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所以我在武汉的汉河火葬 经常会发现一些 旅客半夜来坐火车的时候 然后经常就是什么 有时候徒步过来的也有 然后回去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到火车站 这个时候 为了省几十块的滴死费 一坐就是一个网上 在那个火车站的广场上面 甚至还在那打地铺 睡觉 确实令人比较心酸 这个点还没有看到 不过我觉得这种现象 以后应该会慢慢好的 人们的消费观念 也会慢慢改变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 老一辈的人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什么抠门 然后因为有时候真的抠门 什么小毛病 不去医院看 脱久了之后 可能会造成大毛病 到时候花的钱 就不是一块两块 几百几百了 而是几个W几个W了 甚至是几十个W 真的划不来 有病就去看 没事的时候 就去医院多逛一逛 不要担心什么 这种费用 这种费用 因为你身上有毛病 年纪大了 没有办法 扛不住了 是不是 咱们能在早期的时候 早点治疗 对咱们的寿命 也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人都想多活几天 人都怕死 你也会死 我也会死 十年以后 或者明天 或者后天 二十年以后 人就九百多个月 伤亡多天 所以我们还是要过好 每一天 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不管未来 发生什么样的压力 和困难和险阻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 去把这个困难给它打开 你们觉得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这就是武汉汉火 让的一个现状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